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出席这个典礼 一起跟教育部常务次长林滕娇 恭贺海科馆能够获得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资料亚洲独家授权 他认为是海科馆与国际合作的创举 感谢海科馆馆长陈素芬的努力经营 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签约典礼 那也是看到我们NOAA跟SOS教育资料 收集的这个使用仪式 这个对海科馆来说相当的难得相当不容易 也是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创举 是不是大家可以给我们海科馆一个掌声 海科馆在我们前馆长的领导之下 那么也是大力的推动海洋科技的一个教育 同时也能够积极的促进这个国际的一个合作 这个交流 那这一次能够跟美国的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 NOAA那么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分享市府今年引进加州 伯克莱分校课程提供给基隆的高中生学习 这也是全国首创的教育国际合作案例 另外他也预告市府与海科馆将在8月推出AR恐龙园区 将提供游客很特别的观光旅游体验 这个课程的名称叫做RAW Academy 这个部分现在也是市容市政府唯一跟UC Berkeley来合作 所达成的一个国际合作 那海科馆跟本市也有很多的合作 我们最近在8月也会推出有AR的恐龙园区 这个AR的恐龙园区对于这个全台湾 或者北台湾的一个家长跟小朋友来说 我相信都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我们利用潮进公园的山海地形 跟最新的AR科技 还有现场的实体的模型 给孩子一个很不一样的观光旅游 跟生态的一个探索的体验 这个也是我们跟海科馆大力合作所完成的 基隆海科馆目前已经是台湾重要的海洋教育场馆 基隆市政府未来也会在教育娱乐 跟亲子旅游等领域 继续跟海科馆携手合作 并期许有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